中心网6月29日电,据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报道,6月28日,欧盟国家领袖基吉布鲁塞尔,准备救欧洲的难民问题商讨对策, 反对欧洲一体化的一欧派一如既网坡奔水,高呼欧盟有麻烦了,但连欧盟的支持者也对欧洲领袖,能否在峰会期间达成共识不包希望, 峰会开始前,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坦言,欧盟越来越脆弱,成员之间的矛盾也在增加, 他的话并不是威严所听,欧盟成员之间的确有严重,而且多方面的分歧,难民问题正式分化欧盟各国的主因, 意大利和希腊等位于欧洲南部的欧盟成员国都,在抱怨其他欧盟国家没有帮忙,令他们要独立处理难民问题, 其他欧盟国家则指责这些南部成员国,没有好好巡逻中海组结难民,主要位于欧盟东部的新成员, 同时也在抱怨,自己加入欧盟时并没有同意欧盟的人人为我,我为人员的理念, 当德国和意大利要求他们伸出援手时,依然拒绝。 资料图,德国总理默克尔,中心设计者刁海洋社默克尔的赌注报答称, 抵达欧洲的难民数几年慢慢下降,但照而不代表欧盟公众忘记了这个问题, 相反,这个议题在欧盟各国继续引起注意,要求严厉手段打击难民潮的声音, 也席卷各地,让匈牙利总理,欧尔班等于欧派,更勇于表达自己的立场, 即将成为欧洲理事会伦任主席奥地利总理库尔茨就任后, 可,能够把处理难民问题视为首要任务, 外界仍然是德国总理默克尔为欧洲最有影响力的领袖, 他在峰会期间可能也会努力推动各国救难民问题达成共识, 但要求,把难民居于门外的欧盟领袖正慢慢很多, 默克尔的烦恼不但来自欧盟其他成员国, 他在德国国内也面对不少压力, 其中,德国内政部部长则霍费尔警告, 默克尔在布鲁塞尔峰会后, 必须拿出方案,解决非法难民们涌入德国的问题, 否则就会单方面关闭德国边境。